幸遥看得有很多自立 所以如果用什么断臂为辣词或者哲义的天使 好像都不太是一回事 周围人怎么看呢 他们会觉得说幸遥与众不同 还是说完全忽略 哥们一起该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会觉得我跟所有人都是一样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 其实大家都会忘记我没有双手 然后包括很多第一次认识的人 他们比如说要去吃饭 有很多可能都没有见过我的人 然后都想说 有一个没有双手的人 来吃饭会怎么样吃 用脚放在桌子上 大家就会想象 但是跟我吃完饭之后 交流认识完之后 他们就说我完全没有觉得 这一双脚在吃饭 完全你会忽略掉 同时我身边玩得比较好的朋友 他们常常会忘记 什么雷青药子字笛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不能 什么残疾 需要照顾的这种字眼 他比谁都活得好 而且经常照顾别人 他们会忘记我没有胳膊 比如去超市买个东西 他们说青药这个你帮我提一下 你提那两个 其实我是真的可以提得走的 然后包括有时候健身完 然后他就跟我想 我朋友说 我每次健完身 我胳膊都好酸好疼啊 而且那个胳膊上全部都是汗 你的手上会不会冒汗 会不会酸疼啊 然后我就转回答 对我的脚也很酸很疼 还有就是经常会送我的礼物 他们都会送是手上的饰品 然后朋友去国外又说 我给你带了一个 觉得特别喜欢的手链 然后你肯定会喜欢 我马上就给你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 他还没有想起来 没有意识 赶紧把你的手伸出来 因为他们会觉得 我的脚就是我的手 然后我就把我的脚伸出来 结果我发现手链 它太短了你知道吗 就带它上去 然后他就想去 买错了 应该买脚链 我觉得你这精气神 让我们所有人都感慨 而且羡慕 我知道除了这个化妆爱美之外 对服装的要求 那太高了是吧 特别爱旗袍对吗 是的 看看大屏幕上 我觉得旗袍特别显中国女性 东方女性的身材 对我特别喜欢旗袍 而且自己还会设计一些旗袍 有时候会自己画一些手稿 所以我今天有带几身 设计这么一套 得花多长时间 如果我只是做手稿的话 画设计图的话 其实倒是用不了多长时间 但关系加上你选布料 你最终跟他们 就是用 我不会亲自做 因为我打板了 那些是专业的 我做不来 所以我就让那个 反复沟通 对反复沟通 然后但是我还好一点是什么 就是我基本上是标准码 就是只要的衣服 我基本上不用是拿回来 就是量身做作的一样 你就是衣架子 对 对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我看到有一些旗袍的 其实下面的设计 是我改良的 是 它这是专门一片拼接在这里的 对 而且它这个质感很垂 非常垂 然后就会很飘逸 风一吹的话 我喜欢飘逸的感觉